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疾病的特点及严重性分为烈性传染病和一般传染病两部分 烈性传染病包括天花 鼠疫 霍乱三种甲类传染病 一般传染病包括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两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烈性传染病 首先我们看一下天花 smallpox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所致 天花病毒经呼吸道感染 感染后死亡率高达30%以上 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感染后机体可获得牢固免疫力 这个图是天花病毒的图 天花病毒属痘病毒科 个体比较大 这个图显示的是天花病人 与同为痘病毒的水痘病毒不同 天花病毒感染后伤及真皮 泡疹痊痊愈后会在皮肤上留下较深的疤痕 俗称麻子 在人类历史上天花曾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第二种烈性传染病是鼠疫 鼠疫属于人畜共患疾病 其病源是鼠疫感菌 引起的疾病就是鼠疫 鼠自然一元性传染病 在人群发病前 先有鼠类的发病和流行 传染源是老鼠和病人 传染途径 首先是老鼠身上跳蚤 传给人 人身上跳蚤 同时可以传给人 人感染之后 可以通过呼吸道传给其他的人 即老鼠 跳蚤 人 人和人之间的传播 引起的疾病包括肺鼠疫 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 左边那个图是跳蚤 而右边的图是鼠疫感菌 它是格兰式阴性感菌 两端有浓染颗粒 这个图为14世纪中期的鼠疫大流行的图 黑死病就是鼠疫 开始在西亚和欧洲大陆广泛蔓延 三年内死亡近三千万 这个图是1910年的11月 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发生的鼠疫 死亡达三万人 第三种烈性传染病是霍乱 霍乱是由霍乱胡菌感染所致的烈性传染病 经消化道感染 其主要特点是剧烈呕吐 严重脱水 死亡率可高达60%以上 感染后机体可获得牢固免疫力 这个图是霍乱病人 因为大量脱水死亡以后成木乃一状 下面我们看一下一般感染 包括细菌感染和病毒性感染 首先我们看一下细菌性感染 包括结合白日咳 白猴 流脑 伤寒 立脊 破伤风 探居 霉毒 和令病等 在使用抗生素之前 其中的一些疾病 例如结合 白猴 流脑 破伤风等等 死亡率非常高 这个图是一个结合病病人 濒临死亡的一个图 骨瘦如彩 这个图是破伤风病人发生抽搐 痙攣的一个图 病毒性感染 包括脊椎灰质炎 流感 麻疹 肝炎 手足口病 出血热 水痘 带胀套疹 狂犬病 等等 其中脊髓灰质炎 致残率很高 而流行性感冒 大流行时 致死率很高 这个图是美国总统 罗斯福 他在39岁的时候 罹患脊髓灰质炎 致下肢瘫痪 终生依靠轮椅出行 这个图和这个图都显示的是脊髓灰质炎患而痊愈后留下的后遗症 肢体瘫痪 这个图显示的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世界大流行时全世界约有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 以上呢就是病原微生物在过去的流行情况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